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找一个会计助理 审计助理 财务分析助理 或者ERP财务分析师等财款类相关工作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自己 那就是活泼开朗是我的性格特征 认真踏实是我的处事原则 恒心和毅力是我的职业素养 自强不息 知情合一是我的人身信条 谢谢大家 谢谢亦凡在那坐着 这样我也好坐会儿 好 老师您辛苦了 欢迎亦凡 非常喜欢您 睿智博学 而且见到您特别亲切 我也非常喜欢你 夸人夸得很真诚 对 少光老师最喜欢这几个词 你全给说 对对对 这样啊 云凡 你的这个身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是先天性的 就是腰椎上神经那个地方 有一个瘤子 然后当时取的时候 就是生出来就有 对 生出来就有 然后当时因为跟神经粘连得特别紧 要摘出这个瘤子的话 就不可避免地会伤到一些神经 然后刚好就伤到一点运动神经 没走过 从来没有走过 那这个会计是你自己想学的 对 是我自己想学的 理由是什么 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买那叫孙子兵法 在管理中的应用 初中 对 初一座 你看它干嘛呀 就是当时就喜欢你们的案例 我喜欢看着 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企业 它是怎么样去成功的 看案例 对 喜欢看案例 那就学了会计 对 学完会计之后 找过工作没呀 找过 但是像我这种身体的话 可能HR 他们没有招聘的权利 他们可能要跟那个 老总要协商 因为这是牵扯到我 整个入职的一个 方方面面的环节 你今天想找的工作地点 是在哪个城市 工作地点没有要求 无所谓 对 无所谓 对 那你现在大概想着 你是这个东北大学的 秦皇岛分校 对 本科 本科 硬件 硬件 会计 而你刚才说到几个 ERP 会计 都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 对吧 所以你大概的薪金期待值 我觉得两千两三千就可以了 两千 两千 你在北京有问题 姑娘 对 对 就可能我工作前几年的话 我的投入可能会比我的回报 会更多一点 咱就别两千了 好不好 好 你 好不好 好 好吧 我没说过这个事 你们把你们记忆里面 这一片撕了 烧了 其实 他最好的工作是 售后的工作 在家工作 但是你们能提供这样的工作吗 我还在想 关键是 那个他的这个工作 是财务领域 对吧 对 财务领域在家里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公司的这个核心 大家一定要注意 他的所有的优势 一定是要跟财务相关的吗 对 他的优 不是 是他的优势和长项 我相信 一凡 我不知道我这么分析 对不对 你说 现在 有很多大学的同学 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 因为今天已经不是 专业和工作挂钩那么严密了 大家说我先选 选完之后 我找工作和这个专业不相关 但是一凡 因为他特殊的身体原因 他肯定当时选专业的时候 就想到了 这个专业和我未来的工作 要挂钩 我这么分析 对不对 对 是吧 您说得很对 所以才会选会计 因为他觉得会计 最起码 到了公司 就不用那么跑跑颠颠了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是吧 对 所以他肯定是往财快方向走 我还是再说一遍 我那句话 我们不是拿同情换工作的 没错 我们是拿我们的专业 得到工作的 所以你们要问我们的专业 好不好 有没有考什么证件之类的 有从业资格证 然后现在正在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 你未来想往会计的哪个方向 我想往财务管理和数据分析这方面发展 你现在咱们就以数据分析为例 我想做数据分析 我的优势 我说一下我的关于专业方面的能力吧 首先第一点 我学习能力比较强 分为两个方面 一 我爱学习 二 我会学习 然后第二点 我有一定的资料的收集 整理 归纳能力 双考税我能展示一个东西吗 可以 就接到费尼莫所通知以后 我的目标企业是咖啡之一 然后我就上网用了一天的时间 整理了这么一个 关于我不太了解咖啡之一具体的运作 我就找了一些相关的餐饮连锁企业 比方说这边有海底奥的案例 然后整理成策 我还准备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比如说互联网企业 我以58同城为例 我找了一些它的资料 然后也提出了一些我的意见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管理方向是轻资产企业 现在也先在一种趋势 我也找过一些轻资产方面 就是包括一些电商啊 还有一些现在制造业也开始向轻资产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想这个话就比较各个企业都能适合 我现在把每一份都交给相关企业啊 你们大概翻阅一下啊 翻阅一下 一番刚才也说了 它是用了一天的时间整理 对 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做了一些批准 你能不能一次性拿出来 让我少跑一张 这个我展示一下就可以了 你说我学习能力的东西 因为这是我在大二的时候 做的挑战杯的一个项目 它的这个项目前面可以不用看 前面都是各种参加的报表 后面呢 它参加的这个作品叫做对实体 其实就是实体住店吧 对 对实体住店现状的调查分析及创新模式的探究 我把这个呢 也给你们重要的各位不是看结论 是看它分析一个问题的方法 大家传看一下 好 来 看完了之后 尹峰 看的差不多了吧 第一句话就已经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哪句话 他说现在的连锁常常是连而不锁 如何才能做到锁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用压批管理体系 在做管那个管控内部的系统连锁 那个姚建波 独后感 他把很多新闻呢 报道啊都汇集起来 这个 是一个挺有心的人了 这个 但是我没看出来这个东西跟 要从事的财务工作的关系 来 我来讲一下 其实 公司里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环节和流程 它跟财务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你这个部门要核算成本和收益的话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它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核算流程 这个核算流程是需要有财块的知识来做的 这个核算的结果就是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这个核算的信息 它是否准确 就可以评估一个企业的风险 所以我最喜欢有两句话 一句是 财务是一个企业的理智和理性 企业你可以因为市场契机而疯狂 但是财务不可以 其他的我不敢说 因为我对财务一点都不懂 但是截止到目前我敢说 董依凡是一个功课学得很稳健的一个人 所以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感觉 经常我们面对一个同学的那个专业 说你哪门是哪门专业课 然后说了个葫芦八度 说一说我那个读后感 对我看是这个他的这个挑战杯 参赛 我觉得我读完之后我还是蛮有感触的 这个整个案例我觉得有两点是特别打动我的 第一个就是他在前期对这个抽样 这个调研的这个过程写得很详细 很多的数据分析 我觉得这个都已经超越了一个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多了很多消费者的这目标群体的分析 各种各种维度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做的相当好 第二个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做财务已经超越了是说我只记账算数 而更多是他从一个生意模式去思考问题 这是这个案例里面给我看到 他分析的竞争对手行业趋势等等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财务人员 好的 现在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点评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点评 一会儿留着 先做一个初步判断 董一凡今天的这个情况 去或者留 我们就是往财快方面发展 别劝我们 其他我们也不去 去或者留 选择 谢谢 没有人离开 天生我有财 来 一凡 你好 一凡 首先恭喜你啊 今天是大满贯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少出现的 对 很少有 证明你非常打动老板的心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少的应届毕业生 做足功课来到这个舞台上的 这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所以这证明一凡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 他非常有目标感 想要做一件事情 绝对是全力以赴 所以我觉得一凡很棒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周老师 谢谢周老师 那个一凡的妈妈今天也在现场 妈咪很了不起 就出来的牺牲很大 陪了四年啊 是吧 你好 这四年您干什么呢 我有两份固定的工作 一份就是早堂晚上打扫卫生 早堂 就学校的早堂 还有一份就是保洁 完了再有一份就是终点工 有超市 还有洗衣房 快递 我就再干一份终点工 虽然现在是十二盏灯都留着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大姐咱俩 咱们就开诚不公地说 他毕竟上班你不能跟着吧 我是这样想的 如果说企业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是也准备再找一份工 比如说就是后勤保洁了 这样的 我俩就是跟同事一样 比方说他今天要去了咖啡之夜 那您就想去咖啡之夜 仍然做什么后勤啊 就保洁啊 还做这个 我俩可以当同事一样 我们一直就这样 我就是他一条腿 但是不影响我干别的事 你们当了 其实你们已经当了四年同学了吗 应该说是 室友 十几年的了 从一年级开始上学 我们就一直是 上小学就开始 我就一直接送 都是我杯 谢谢 谢谢 一番 非常非常的钦佩你的精神 我想问你一个专业问题 我看到你的 轻资产公司的那个资料 其中你讲了一个观点 你说 轻资产公司的 现金流都很充沛 那我想 让你回答的问题 就是说你认为 轻资产公司的 现金管理的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一番 或者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 东方英就是个典型的 轻资产公司 我们是预收学生的学费 一年或者两年 你觉得作为一个 你去做财务的 假设未来有机会去做管理 你怎么样去来控制 这样 从财务角上 怎么样来控制 这预收费这样的 给公司带来的风险呢 您的那个预收模式 会不会出现 就比方说退款的情况 比方说这样的风险 与我现在目前的理解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的话 可能 就退款 是一个风险之一 风险之一 退款 退款 风险之二 风险之二就是 你预收以后 你如何管理这一部分现金 其实假设是这样 对于一个应届本科生来说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三刚 你觉得答的怎么样 我觉得它非常好 三刚 因为我做个教育行业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非常的非常好 退款 确实是退款和那个 计照模式 如果说你把预收款 用于投资了 当有一天 你的收入增长停止的时候 你的现金就立马枯竭 所以说那个 亦凡很敏锐地 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没做过这个行业 可能很多这个行业的人 经营可能五六年 才能误到这两个问题 亦凡啊 我说一句 特别不该说的话 正是因为亦凡的身体 原因 行动不方便 他才比今天很多 可以自由奔跑的 同龄的大学生 同专业的大学生 对自己的要求更严苛 和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非常同意 三刚 他除了准备 很充分 我这个话可能 对很多同学不公平 但是真的是 因为他不能那么自由 那么灵活 你听 截止到目前为止 亦凡是很少有的 从上场到现在 没有一个问题 没有一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属于张嘴就来 不够精准 或者没有依据 我想 我认为 真的 亦凡太棒了 一凡 我很敬佩你 也很喜欢你 我就想了解 你是有清晰职业规划的 你是未来就想做技术方面 比如说做成一个很资深的会计 还是你未来想走管理方面 未来你去管理一个团队 这是不同的发展 这两个路会决定你未来的工作状态 因为如果你想走专业会计 我们可以给你很轻松的工作氛围 甚至SOHO式的办公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走管理 你真的想把所需所用 因为你刚才讲的 全是跟管理有关系的 否则你做这么多东西 就没有意义了 好 来 自己怎么定位 自己定位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偏管理方向 因为会计的本质 是要服务于管理的 它的最终目标是在管理上 就是达到精益管理的要求 会计只是一个工具 它只是企业战略制定的 中的一个部分 那我希望能从更宏观的角度 来审视它 如果你不能站在更宏观的角度 你做的快捷只是一片面的 好嘞 来 12位 去或者留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董依凡的手里 选择 帮你离开 帮你离开 加油离开 谢谢 好的 9位 严谨一该说职位 来 斯凯勒 伊凡很棒 有能力 而且勤奋 好学 上进 斯凯勒给你的岗位是 ERP财富分析室 在工作地点 在北京 优胜教育 财务中心 ERP分析的这么一个岗位 工作地点是北京对吧 北京 对 咖啡之意 给伊凡提供的这个岗位是 ERP分析室助理 好的 来 我给你的职位就是百合网的财务部的会计助理 58同城 给你的岗位是我们财务部的这个专员 好 代科宾列聘网 列聘网给你提供的一个职位就是财务专员 大可乐手机 秀武 我们的助理会计 东方爱英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呢 会从成本会计做起 成本会计 期待着有机会能走到偏管理财务的工作岗位 塑巴酒店 我们结算中心的这个结算助理 并且我们可以联你母亲一块儿雇到我们公司 因为我刚刚听你母亲的介绍的话 我觉得我们有很合适的位置来收和她 徐赵 咱们不许打这张牌 你要打这张牌 每个企业都说我们那块都能提供他妈妈的工作 三长我们那确实 当然我确实我们的行政保洁是外包的 所以她母亲也可以签这个劳动合同 是的我知道你像都有 各个公司你要说行政 是吧 然后包括像保洁都虚啊 所以徐赵你这张牌打错了啊 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请音响老师把我们两个的话筒都拉下来 我们两个要思考了 好吧 好了 我们想完了 那我就走了 谢谢老师 好吧 那我就去执行咱们商量的结果了 好的 我很快乐 谢谢柯彬 谢谢秀红 决定是你做的还是他做的 当然是我做的 谢谢贾君 谢谢徐赵 谢谢徐赵 放这块了 谢谢 谢谢进波 哈哈哈哈 待着啊 谢谢慕颜 哎一般视频男人有礼貌的要站起来一下啊 这拥抱是给你的啊 谢谢陈 不用不用陈总您做 谢谢陈浩 谢谢陈浩 啊对 三昂老师你没有没有传达错误吧 没有传达错误 谢谢中华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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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给你的 同座 最后留下来的两家是咖啡之意加五八同城 谈前不传感情 三向五起星这个岗位是包食素 五显一惊 而且还可以包你妈妈的食素 谢谢 谢谢您 那现在到了 谢谢 谢谢您 大姐别听隐风瞎忽悠 好吗 好 姚总您 一般我非常喜欢你妈妈 对 我觉得你妈妈很坚强 非常坚强 这个也很有韧劲 真的大姐特别好 我觉得一般的妈妈培养了一般这么多年 今天是她收获的时候 所以您打算让我们收获多少啊 我给你的起薪是四千 然后你母亲的工作我们会安排 对 一起安排 谢谢您 就是当姚金波前面说了那么多之后 最后开出四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也要破一下力了 伊凡不是普通的一天使 所以我也会给她起薪四千 请大家支持我 谢谢您 让隐风涨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还有我们除了这个四千的起薪以外 我们还有记录的绩效 参谱 我觉得你综合的收入正常不会低于五千 对 谢谢 我能说完你要加钱你要等我说完再加 对吧 这样你就很被动了 对吧 没有没有 一个一十三年的企业一定是每个岗位都有绩效的 嗯 然后参谱 我不知道具体参谱是多少 我们都不补 我们直接每个月免费提供食素 好的 我可以承诺你五千对 可以承诺到五千 好 非常好 尹峰 对方已经承诺到了五千 这是不是不太好啊 不要做这样的 不要做这样的 无序的竞争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五千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谢谢 谢谢 苏非 我觉得如果有人准备这么充分来找我啊 我起薪至少六千 而且我负责任的奖啊 如果台上你把它灭了 台下找我 试用薪六千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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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跟女人争了 这个我能提供的就是说这个薪水 另外就是充分的培训 好 和完全国际化的会计准则的学习机会 我想说两句 就是说 其实我不是特别看重这个薪金待遇 各位老板能给出我这样的一个待遇 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和肯定 各位老板的这种关心 鼓励这种爱 我已经收到了 谢谢 好 来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意 还是五八同城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再见 我选择咖啡之意 谢谢 谢谢